星期三在上水被磚头击中头部的外判清洁公不治 食环厨说对事件十分难过 向死者家属致以心涉为问并提供协助 卫尔市医院说过70岁伤者情况恶化 深夜近11点不治 岸岸会转介死因裁判官跟进 而星期三晚在天水围 被指被催泪弹击中头的15岁少年 目前在屯门医院留意情况危怠 至于日前在西湾可中窗的青年 以及被催泪弹体的男人 情况分别是稳定和危怠